第14届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今天开罗了 这带配合活动的举行 拥有80多年历史的加利谷广播中心 首次对外开放 让民众参观当年电视剧的拍摄地点 为了这次文化遗产节 加利谷广播中心的部分建筑物特别进行了装潢 民众可以步入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地点 民众也可以通过展览 回忆昔日甘榜居民聚集在联络所 一起看一台电视的情景 以及观赏以往观众追看的电视剧精选 现场还设有两条记忆长廊 让访客站在早年连续剧的布景前拍照 以及参观电视剧的拍摄场景 由国家文物局举办的文化遗产节活动 将持续到5月14号